第456章要不要这么狠啊 清冷的声音宛如天雷滚滚 声浪足以让周围几条街道都听得清楚 武长空手中的根本就是一个浑倒扩音器啊 说完这番话 他按了一个按钮 然后将手中的扩音器塞到唐武林手中 武老师要不要这么狠啊 唐武林无奈地说道 武长空淡淡地道 满分是那么好拿的吗 唐武林还要再说什么时 手中的浑倒扩音器已经再次响起 月月皇家浑室学院的学员听着 我们六人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平均年龄十四岁 挑战你们二十岁以下最强者 我们此次前来 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 你们和大陆最强学院的差距与我去 这玩意儿还带录音功能呢 然后武长空就不见了 清风吹过 略带萧瑟 武老师说好的带对呢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 手中的浑倒扩音器第三次响起 谢谢看住唐武林 我们好像被坑了 徐小言咽了口唾液 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加量不加价吗 满分果然不好拿 叶兴兰捏了捏手指 打就是了 要我 我也这么喊徐立志 在叶兴兰身边 举起胖乎乎的手 支持 古月走到唐武林身边 拿过那浑倒扩音器看了看 好像也没说错什么 唐武林叹息一声 我想给吴老师起个绰号 叫坑王 好不好 他终于找到了 浑倒扩音器的开关 把已经喊了四遍的扩音器给关了 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 他们已经被围观 有从日月皇家浑室学院中出来的学员 工作人员 也有过往的路人 日月皇家浑室学院大楼之中 出来一名一头金发的中年人 看住唐武林关闭扩音器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异常阴沉了 史莱克学院 中年人走到唐武林几人面前 脸色阴沉地问道 唐武林把扩音器收入师博给自己的戒指中 道 我们来自于史莱克学院外院 一年级一般要挑战是吧 很好 跟我来中年人说完这句话 身上突然腾起一股强盛的气势 气势风锐 直冲云霄 令围观的人们都有种身体要被割裂般的感觉 一时间人人骇然 都散了 想看结果的 稍后 大屏幕会有直播说完这句话 中年人身上气势陡然一收 转身就向里面走去 就这么容易 唐武林看了看伙伴们 心头凛然 从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气势不难看出 刚才这位有着他们无法抗衡的实力 很可能和吴老师是同一层次的存在 日月皇家魂式学院在大陆上威名赫赫 是仅次于史莱克学院那个层次的 正像武长空所说的那样 这个满分不好拿 但无论怎样 他们现在都已经没有退路 只有勇往直前 压力瞬间增大了几分 他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 同时也代表着史莱克 街角 武长空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住唐武林六人跟随着那名日月皇家魂式学院的工作人员走入其中 脸色依旧冰冷 但嘴角却微微翘起几分 这场比赛 才是对他们真正的磨练 走进日月皇家魂式学院 唐武林首先的感觉 就像是走入了一个充满现代化的大工厂似的 一切都充满了金属质感 大厅正中的空中 悬浮着一个巨大的金属球悄然旋转住 里面明显蕴含着澎湃的魂岛能量 内部有核心法阵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让整个大厅的光线明亮而柔和 潜台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公司 而不是学院 洁白的金属潜台上面 隐隐有云纹波动 这是什么 分明是一种稀有金属啊 还真是奢侈 可惜没带着锻造锤 不然唐武林还真有点冲动 要上去将它提纯一番了 中年人也不说话 就那么走在前面 带着唐武林六人一直向前 经过潜台的时候 两名相貌很美的潜台接待 站起身 恭敬地向他行礼 大厅内此时有不少人 年龄不一 很多人服饰是一样的 白色校服 这显然就是日月皇家魂式学院的学员们了 他们看住唐武林六人的眼神 大多数是好奇的 除了好奇之外 还有排斥和恶意 在任何地方都很受到欢迎的史莱克学院 似乎在这里却是大敌 这里的学员们不是都已经被洗脑了吧 唐武林心中赋匪 同时也默默地观察着四周 他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 接下来的比赛是一场公平比赛 不然的话 人家如果专门要坑他们 以这样一所学院的底蕴 那是毫无问题的 宽阔的电梯 同样是白色金属 这里似乎是以白色为尊 电梯上行 速度快而稳定 并没有太强的冲击感 中年人始终都不说话 唐武林六人也只是平击眼神 相互交流 他们都显得很平静 电梯在十六层停下 中年人率先走出去 唐武林他们跟进 一直来到一间如同会议室一般的地方 做中年人连一个寝字都省了 唐武林也早有心理准备 谁让几方是前来砸场子的呢 就要有觉悟了 人家的态度能好才怪了 吴老师 你真是坑王啊 上门挑战是吧 中年人似乎是要再次确认识的 向唐武林说道 唐武林点了点头 切磋较量中年人道 可以 稍后我们会给你们一个空间 为你们选择对手 我们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不会占你们年龄的便宜 抱上年龄 唐武林心中微微一松 暗叫一声大气 同龄人的话 他们还真的不怕谁 我们平均十四岁 唐武林道 中年人双眼微眯 很好 我们派出的 将是不超过十五岁的学员 年龄基本与你们相当 但有两件事 我要提前知会你们 第一 这场比赛 我们全学院将一起观看 第二 这场比赛将在明都城内 所有大屏幕上直播 唐武林心中凛然 只是私下的较量切磋 不需要这么声势浩大吧 他试探朱问道 中年人淡淡地道 需要 你们赢了 将是对我们整个学院学员的鞭策 你们说了 我们能狠狠地抽史莱克的脸 所以 需要多大仇啊 这么狠 唐武林这才真正理解了 为什么武长空会用这种方式 让他们提出挑战 看来两所学院之间的矛盾 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激烈的多 但是已至此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且这将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比赛 好 唐武林的回答只有这一个字 你们在这里等中年人站起身就出去了 会议室内只剩下唐武林他们六个人 古月刚要说话 却被唐武林抬手指住了 大家调整一下状态 准备稍后的比赛 这是人家的地方 谁知道有没有监听设备 话说多了 就容易出问题 什么都不说 打完走就是了 古月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六人全都在椅子上盘膝坐好 各自冥想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他们茫然不知的是 因为他们的到来 整个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都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针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比赛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各种宣传 已经铺天盖地一般传遍整个明都 买之于整个联盟 横跨联盟所有城市的日月电视台 在唐武林他们到来半个小时后 宣布将直播这场比赛 并且给这场比赛命名为 魂世界少年巅峰之战 街边 武昌空看住面前大楼上的大屏幕 听着在一条条街道上 回荡住的同样声音 双眼微微眯起 正在这时 他的魂岛通讯响起 什么情况 神意充满差异的声音响了起来 武昌空淡淡的道 没什么情况 那几个小家伙来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挑战了 我给他们添了把火 第457章向我们示威呢 神意沉声道 这事有点大啊 师兄 你怎么不提前说 学院会很被动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宣传的力度非常大 现在整个明都 以及附近城市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全联盟也接到各方面消息 如果这一场我们输了 对学院的名誉将是非常巨大的打击 你考虑过这些吗 武昌空道 我了解我的弟子们 所以才这样决定 越大的压力 才能越好地激发他们的潜能 如果他们输了 我隐就辞职 但如果他们赢了 我相信 未来他们就有冲击这一代史莱克 奇怪的资格 我相信他们 会用自己的一切来维护学院的名誉 我对我的学生也有信心 神意沉默了片刻 好 我先问一下学员那边的态度 稍后回复你五分钟后 魂岛通讯再次响起 蔡老说 让你放手去做 输赢无所谓 无论输赢 你都要把几个小家伙平安带回来 他们都是未来的希望 而且蔡老还说 说什么 武昌空略微有些惊讶地问道 神意道 蔡老说 他更想看到唐武林他们输掉这场比赛 有的时候 输 未必是坏事 武昌空斩钉截铁的道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错 但只有不断地获得胜利 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气势 才能真正走向最顶端的成功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比赛的神意道 好 学院也会有所安排 你注意看好他们就行了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会议室 唐武林睁开双眸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时钟 不禁皱了皱眉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人 还没有来通知他们比赛 这是故意要把他们晾在这里吗 通过冥想 他的状态已经提升到了巅峰境界 正像武昌空所说的那样 因为感受到压力 此时的唐武林 精神状态反而是最佳的 有种戾气用不完的感觉 其他人也先后结束冥想 还没动静 要不要出去看看 谢谢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道 再等等吧 他们既然把我们叫过来 我觉得 应该不会就这么把我们放在这里 可能是需要什么准备工作 或者是给我们筛选对手 等等看就是了正说住 会议室门开 先前的中年人再次走了进来 比赛已经准备好了 将在我们学院的大斗魂场进行 你们还需要再准备吗 唐武林道 我们也准备好了 那就跟我来吧 中年人从始至终 都没有要自我介绍的意思 也没有问唐武林他们的名字 转身就走 跟住他再次上了电梯 这次直接到了三十六层 又换成了一部电梯 电梯似乎是在横向移动 然后向下落去 足足坐了两分钟 电梯才停了下来 电梯门开启 原本的金属质感突然消失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实质空间 周围的一切都是用石块修气而成的 看上去相当的古朴 但在这些古朴的石块之中 似乎蕴含着非常奇异的能量波动 进入其中 唐武林体内魂力就有几分沸腾的感受 其他人也都有类似感觉 似乎这里有什么东西 更能让他们调动自身魂力似的 中年人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走在前面 这个实质空间非常宽阔 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大约有五百平米的大厅之中 周围都是石块 顶不是瑰丽的壁画 唐武林抬头看去 那壁画上似乎是一个故事 一名少年坐在一个广场上 周围都是人 周围的人们穿的都是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校服 只不过和现在的校服相比 是有一些区别的 更加古朴一些 而坐在中央的少年 却赫然正式穿的史莱克学院的校服 这是 这是谁呢 不知道为什么 看中那壁画中史莱克学院少年的身影 唐武林感觉到有些眼熟 在这十字大厅的一侧 由两扇大门组成的一个高达15米开外的巨大拱门 拱门宽足有30米 就是机甲通过也会轻而易举 这里是大斗魂场的后场区 稍后会通知你们入场进行比赛 中年人指了只一侧的石凳 示意他们可以先在这里等待 只是后场区就这么大 唐武林先前还以为这就是给他们比赛的地方吗 隐约间 他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嘈杂的声音 听不真切 但他却可以肯定 这声音是真实存在的 这场比赛 越来越让他有被压迫的感觉了 日月皇家魂式学院 在先前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一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吧 中年人走向一侧的偏门而去 正在这时 原本只是微弱的嘈杂声突然响了起来 声浪滚滚 吓了唐武林他们一跳 一个激昂的声音回荡 史莱克学院上门挑衅 我们能忍吗 日月皇家魂式学院的学员们 让我们精神团结 为我们的选手加油 我们要让史莱克的人灰溜溜地滚回去 我们要昭告大陆 我们才是全大陆最强学院之时 比赛现场的声音 在这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下 滚滚声浪疯狂响起 呐喊住微声 咒骂声 此起彼伏 这是向我们示威呢 古月双眼微眯 唐武林道 想要给我们一些压力吧 大家放松点 谢谢翻了的白眼 压力是什么 多少钱一斤 徐小言一脸兴奋 跃跃欲试地道 看来人好多哦 能当着这么多人 展现我的净化五魂 你们说 我是不是也有进入内院的可能啊 叶兴兰淡淡地道 我的新神剑已经饥渴难耐了 谢谢扑斥一笑 饥渴难耐这个词 好像女生不太应该用啊 你想死吗 两个声音同时说道 除了叶兴兰之外 另一个来自于徐立志 然后一个大肉包就塞到了谢谢嘴里 堵住了她的嘴 谢谢一闪身 躲到唐武林背后 拿下包子 一脸怯懦地道 队长 我好怕唐武林翻了的白眼 你眼睛太拙烈 兴兰 我不认识她 你要是揍她的话 我可以帮你按住叶兴兰哼了一声 先记下来 等回去再说 武林 安排战术把唐武林眼中光芒闪烁 点了下头 鼓越双手一抬 脚下一圈冰蓝色光运升起 渐渐化为冰罩 将六人笼罩其中 可以隔绝外界的一切 也可以隔绝声音 完全是一个密闭空间 十分钟后 比赛即将开始 请你们准备入场冰冷的声音传来 冰罩没有碎裂 而是从顶端悄然融化 融化后的水元素直接蒸发在空气之中 那中年人看住逐渐消失的冰罩 眼神微微移动 这控制力很强了 前方 两扇巨大的拱门缓缓缓开启 先前就已经十分嘈杂的声音 此时顿时变得越发强烈了 极其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 拱门之外的世界十分明亮 有些无法看清 中年人首先朝着大门处走去 第458章入场 唐武林昂首阔步 走在最前面 在他身后 谷月 叶兴兰 谢谢 徐小言 徐励志五人跟随 他们都挺起了胸膛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 也不是在完成期末考试 而是为了史莱克的荣耀而战 走出候选区 真正进入这座大斗魂场 才能感受到他的规模有多么恢弘 哪怕是在史莱克学院 也并没有这种规模的建筑 这是一个完全模仿古代斗兽场 建造而成的地方 巨大的广场直径就超过1500米 周围看台足以同时容纳超过15万人 唐武林敢说 这恐怕是整个大陆上 最大的一座体育场了 这应该是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那一座座高楼围绕的中央地带吧 此时 看台上不说座无虚席 也至少有六 七成人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 一所学院能够有一万人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做了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正中主席台那边 唐武林能够隐约感觉到 那边有多到重如山岳般的气息 他们的注意力 全都在刚刚走出来的自己六人身上 当唐武林他们走入大斗魂场的那一刻 原本嘈杂的看台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一时间超过十万双眼睛全都落在唐武林六人身上 哪怕他们心态极好 面对如此规模的注视 一时间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也都是巨大的 徐晓妍和徐励志的情况最差 脸色已经微微有些发白了 要知道 在场几乎所有观战者对他们都是带有敌意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场 当这些气场集中起来 威压下来 对他们的精神力 心态都会构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比先前判断的场面更加困难 唐武林深吸口气 右脚猛然踏前一步站定 一圈金色光环随之从脚下升起 光环光彩绽放 顿时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浓重的气血波动骤然勃发 他整个人的身体猛地拔高几分 那浓重的气血波动瞬间向外绽放 虽然无形 却将伙伴们全都笼罩在内 感受着唐武林身上散发出那奔腾翻涌的气血 其他五人都感觉到压力一清 外界的声音似乎变小了 更重要的是 在唐武林那磅腐燃烧着一般的气血波动守护下 他们刚刚被压下去的气势重新升腾起来 主席台上 正中端坐的一名老者眉头微皱 金色浑环 罕见 难道是百万年的 不可能啊 就算是传领塔也没有百万年浑兽 在历史记载中 出现过百万年浑兽也就那么一 两次坐在老者旁边的一名中年人眉头紧重 但那一两次都和史莱克学院有关 密切观察老者沉生说道 是 看到他身上释放的金色浑环 还有骤然高大几分的身躯 观众席上传来的威压降低了几分 但很快 先前停顿下来的咒骂声以几何倍数的状态提升起来 唐武林根本不去看观众席 昂首阔步 向大豆魂场正中走去 此时他已经看到 在那大豆魂场中央 已经有六个人站在那里 他们都是一身白色的日月皇家魂师学院校服 而且看上去 真的是和几方人等年纪相当的样子 除了六人之外 空中还悬浮着一名中年人 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 全身覆盖着一层甲昼 正是豆凯 从其豆凯的规律程度来看 居然是三字豆凯 这是裁判 还是故意来给我们制造压力的 第一次面对这样规模宏大的场面 要说心中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但唐武林就是这样的性格 压力越大 他自身潜能激发的也就越是剧烈 就像伙伴们经常说 这家伙是鼠弹簧的 压得越狠 反弹的也就越狠 榜首阔步 走到对手前方 六人同样一字排开 他们穿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校服 校服都被收上去了 但却是墨绿色的运动装 代表着史莱克学院那充满生机的墨绿色 下面宣布比赛规则空中悬浮在那里的中年人 陈生说道 什么 唐武林向他比了个自己听不清的手势 我说下面宣布比赛规则 中年人的声音中夹杂了几分魂力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清啊 这里太吵了 唐武林一脸无辜的问道 中年人脸色一沉 你是不是来比赛的 听不清 你说什么呢 这里苍蝇好多 我真听不清 能不能先打电杀虫计 让苍蝇们安静一下 唐武林虽然说自己听不清 但他的声音却非常大 在魂力的注入下 不说传遍全场 但至少场内的播音设备 已经可以把他的声音录下来播出了 升起防护罩 中年人脸色一沉 陈生吩咐道 一层白色的透明护罩 缓缓从四周升起 护罩看上去犹如实质 升起后一直在百米高的空中凝聚在一起 防护罩同时具有隔音效果 顿时 世界安静了 现在能听清了 中年人冷冷地看住唐武林 唐武林点了点头 一歪头 双手从耳朵里各自捏出一个纸团 笑道 世界安静了不只是他 谷月 叶星兰他们也是各自从耳朵里取出了纸团 中年人面部肌肉明显抽出了一下 如果不是在这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他真的想要冲下去 抽死他们 这场比赛不只是在场有这么多人能够看到 同时也是在尽可能地向整个大陆的混倒电视台播出 目的就是要将这场比赛渲染起来 先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 都是为了给这些史莱克的学生们一压力 毕竟平均才14岁的年龄 就算实力再强 少年星星是改不了的 只要他们被震慑住了 几方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几分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遇到的是唐武林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 只是这么一个掏纸团的动作 就引得全场一阵躁动 怒骂声此起彼伏 可惜 现在有着防护照隔音 唐武林他们在里面根本就听不到 而在魂倒电视台面前看住这场比赛 没有倾向性 或者倾向性趋于史莱克学院的人们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史莱克学院还真是培养出了几个活榜呢 下面宣布比赛规则中年人陈生道 好 您说这次唐武林显得老老实实的 中年人道 本场比赛以切磋为主 但为了让双方都能真实地发挥出自身实力 只有面临重创 残疾 死亡威胁时 身为裁判 我才会终止比赛 或者是将其中一些人淘汰出局 最终获胜 取决于哪一方在对方全军覆没的情况下 还有人保持战斗力 都听明白了吗 唐武林道 就是说 除了不能弄死他们之外 其他什么都可以 也没什么限制 是把此言一出 对面六人无不对他怒目而示 但碍于空中这位的威严 他们都没敢吭声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中年人淡淡地说道 眼中冷光闪烁 第459章不跟您开玩笑了 唐武林道 那我可以说几句话再打吗 中年人道 你说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不让唐武林说话 那就显得太没有素养了 唐武林道 首先呢 我们虽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但这次前来 我们只是因为 久仰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实力 所以特意来挑战 可因为我们 其实在史莱克入学才一个学期 根本就代表不了我们学院 所以 我们是代表自己前来参赛的 这一点先说好 我们在史莱克学院 是最差的那种 可代表不了学院 什么 中年人大吃一惊 无论是他 还是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高层们 都没想到 眼前这个小家伙 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先前几个小时内 他们紧锣密鼓地做了一系列准备 为的就是将声势做到最大 对于这场比赛 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一旦获胜 那对于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声望 就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相反的 对于史莱克学院 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可是唐武林此时这番话一说 把自己六人压到了史莱克学院最底层 再加上他说并不代表学院参赛 那岂不是让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就算是赢了 也没有预期效果了吗 万一要是再输了 这脸往哪里放 看住唐武林一脸人畜无害的笑容 空中的中年人真是有些忍不住了 他控制着身体从天而降 落在唐武林面前 你们先前不是说 是代表史莱克学院前来和我们学院进行切磋挑战的吗 中年人怒道 唐武林叹息一声 手上光芒一闪 就将先前的魂岛扩音器拿了出来 然后按动了按钮 武昌空清冷的声音响彻整个比赛场地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学员听着 我们六人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平均年龄14岁 挑战你们20岁以下最强者 我们此次前来 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 你们和大陆最强学院的差距 这些话里面 可没有一句提出 我们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来参赛的 只是说我们出生于史莱克学院 平均14岁 然后要向你们提出挑战 让你们看看和我们学院的差距 但我们代表的是自己啊 中年人被他气得险些一口血泼 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准备得这么充分啊 你说这话 这简直就是 可面前这些小家伙 普遍年龄才14岁啊 14岁的孩子 能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招数来 虽然已经和史莱克学院 做了无数年的对手 但在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心中 史莱克的强大和威严 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唐武林他们出现的时候 他们想都没想 就准备用最强阵容来面对 同时想要最大程度的 来打击史莱克学院的声望 却没想到 这蓄力一击的一拳 却打在了棉花上 中年人很想问问 你们史莱克学院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要脸了 可这话也不能真的问出口啊 乌鲁史莱克学院这种事 反正他还是不敢干的 唐武林眨了眨眼睛 那还打不打 你们要是认输的话 不打也可以中年人 那一身斗铠上光滑流转 气势内运 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火山 这可是三字斗铠 三字斗铠 就已经相当于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存在了 想要弄死唐武林他们 那真的是伸伸手的事 好了 好了 不跟您开玩笑了 我们就是代表史莱克学院的 史莱克万岁 为了史莱克荣耀而战 毕胜 就在中年人快吐血的时候 唐武林脸色突然一整 声音高亢 充满气势的发挡了宣言 中年人呆了呆 但同时也松了口气 总算这些小东西没有再耍赖下去 否则的话 他还真的没办法收场啊 他们堂堂的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总不能为难几个孩子吧 比赛准备开始 他重新升空 对了 虽然我们代表学院 但我刚才说的也没错 我们就是学院里最差的几个 唐武林刻意强调了一下 中年人升入空中的身影一歪 险些从空中掉下来 唐武林微微一笑 上前一步 朝着对面的对手道 我叫唐武林 史莱克学院外院一年级一班 他这次可没说班长 最差的嘛 外院一年级 那本来就是最低级的班级了 千万别小看唐武林 刚才这一番说辞 在他这一番话之下 原本全场凝聚起来 给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诸微气势 已经悄然化解了大半 就连对面这几名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学员的必胜信念 也受到了影响 龙臣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为首的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英俊青年 全身旁幅都散发着光芒 看上去十四 五岁的面貌 却已经身材高大 足以和成人相比了 先前在唐武林 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他是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六人之中 唯一一个没有表情变化的 年纪不大 却沉稳如月 唐武林道 看你这么高 不会是已经超过二十岁了吧 你要是年龄超了 就算赢了 也不算我龙臣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希望你的实力 也像你的嘴这样好用 古月走到唐武林身边 史莱克学院外院 一年级一般 古月 对面迎上一人 来到龙臣身边 也是女性 雪流霜 这少女相貌极美 身材修长 站在龙臣身边 倒是十分地登对 论相貌和身材 唐武林比龙臣还要强上一筹 只是没有龙臣身材那么高大 雪流霜没有去看古月 而是目光落在他身上 似乎对他很感兴趣似的 夜星蓝 夜星蓝 走到唐武林林一边 月月皇家魂式学院 第三名学员走上来 有顶期 这是一名身材中等的少年 他的肩膀很宽阔 双臂粗壮有力 一看就是擅长力量那种 谢谢 虚小颜 虚励志 史莱克学院这边剩余的三人 同时上前 对方三人也随之跟进 简墨臣 这是一名身材和徐立志 有一拼的胖少年 狂战天 威武霸气的女子 是的 这位是女的 叫这名字 也算得上奇葩了 唐武林听这位身材娇小 但眼神桀骜的少女 爆出名字的时候 差点跟他说 您这种的 应该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啊 绝对够怪物 翁黛敏 最后一名是明柔柔弱弱的少女 有着一头蓝色短发 看上去非常纯净的样子 六对六 但和以前他们前往学院的比赛 都不一样 这一次 双方谁都没有主动爆出 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魂师 而只是说了名字 双方后退 准备比赛 后退距离 一百米悬浮在空中的中年人 已经调整好了状态 恢复了平静 无论怎么说 这场比赛只要他们赢了 还是有很多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那时候就算唐武林他们不承认 代表学院都已经来不及了 毕竟他们是史莱克学院 正在学习的学员 双方缓缓后退 唐武林脸上原本无所谓的表情 也已经悄然收了起来 这次的对手 看上去和他们年龄相当 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不同的气势 又是在人家的主场 绝对不好对付 必须要小心谨慎才行 六人在后退的过程中 三脚战阵就已经摆了出来 而对面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六人 也展开了他们的阵型 龙城赫然站在最前面 在他两侧 分别是身材矮壮的有顶旗 和身材肥瘦的简墨城 难道他们是闽宫系魂师不成 在后面才是雪流霜 翁黛敏和狂战天 三人也是一字排开 翁黛敏在最中央 从这样的阵型就能看得出 翁黛敏应该是控制系魂师 至于雪流霜和狂战天 就有些不清楚了 一百米的距离很快退够 双方凝视着对手 比赛开始 第460章战斗开始 伴随着中年人一声大喝 这场代表着两大学院的碰撞 也是唐武林他们六人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场 终于开始了 唐武林这次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出去 而是和伙伴们一起释放出了武魂 大量的紫色魂环升腾而起 唐武林自身三魂 三圈紫色魂环光芒闪烁 不算多 但在他们这个年龄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对面的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六人 也同样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 龙晨向前跨出一步 身上龙音声随之响起 紧接住 他整个人的身高拔起三寸 四圈魂环纷纷纷从脚下升起 四子 是的 他的四个魂环竟然全都是紫色的 这就有些出乎唐武林意料之外了 这等修为 已经可以和伍斯朵媲美 龙晨 少年天才榜好像还真的有这么个名字 似乎比伍斯朵要低了一点 那个 要知道 伍斯朵可是双生武魂 而且还有武魂融合记载 眼前这位似乎只有一个武魂 单凭一种武魂就能排名和伍斯朵差不多 可见其实力了 他应该是日月皇家魂式学院在这个年龄段的王牌吧 龙晨身边 简墨晨和尤鼎齐也各自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 尤鼎齐的武魂是一柄锤子 但却不是普通的锤子 短小的锤柄后面连层一根长长的锁链 盘绕在自己的手臂之上 流星锤 三环 三圈紫色魂环 果然非同一般 不过还好不是四环 简墨晨的话 两黄 两紫 四环 他的武魂释放出来 赫然是一面盾牌 这盾牌成圆形 上面有着一些复杂的花纹 隐约中能够看出 似乎是一个虎头的样子 防御系魂诗 盾牌很大 即使能够将他那肥瘦的身体 完全遮挡在后面 在他们身后的三女之中 雪流霜 四环魂宗 全紫色魂环 翁黛敏 三紫色魂环 狂战天 三紫色魂环 好家伙 六人之中 有三位四环魂宗啊 这阵仗 足以和我们班少年天才榜 那一对相比了吧 唐武林心中暗暗赞叹 赞叹的同时 他觉得 也就仅此而已吧 月月皇家魂诗学院 选出来的六人 不可谓不优秀 但唐武林相信 他们如果面对的是 五四夺五人的话 谁胜谁负 有点不好说 而自己等人 却是战胜过五四夺他们的 月月皇家魂诗学院 这一代的学员 实力确实不错 可惜 他们可能对史莱克学院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这一代史莱克学院 外院一年级 只能用精彩绝艳来形容 唐武林不清楚的是 其实当初史莱克学院 招生完成之后 月月皇家魂诗学院这边 还是有一些消息的 他们也知道 有五位少年天才榜上榜者 成为了这一代史莱克学院的新生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唐武林他们几个 刚才等待的时候 实际上 月月皇家魂诗学院这边 也进行了调查 他们六人之中 没有一个是少年天才榜的 所以人家认为必胜 也是理所当然 龙臣左脚在地面上一点 身体猛然腾起 率先朝着唐武林 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身上的第二魂魂光芒闪烁 一声嘹亮的龙吟随之响起 第二魂计 龙之影 滚滚声浪犹如实质 在他身体周围 但金色光影浮现 隐约有巨龙无恙 强盛的光明气息 悍然薄发 五魂 光明圣龙 月月皇家魂诗学院 王牌中的王牌 被誉为年轻一代最有希望成为四字斗凯师的存在 在这里 他绝对是天之骄子 当龙臣看到对面史莱克学院六人之中 连一个四环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心中认可了唐武林 自认最差那句话 龙臣很清楚 现在是在现场直播着这场比赛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着 这正是自己成名的好时机啊 能够踩着史莱克学院学员的身上上位 树立自己在魂世界的地位 绝对是在何时不过了 呵呵 唐武林笑了 不只是他笑了 他身边的同伴们也笑了 唐武林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不用跟上来 脚尖点地 看上去完全没有龙臣那么霸气 只是速度普通地迎了上去 唐武林身上的三个紫色魂环收回 曾经震慑全场使用过的金色光环重新出现 金色鳞片徐徐浮现而出 啊 龙臣的龙之银声音更加嘹亮了 一对一 你一个三环对我的四环 我的五魂还是光明圣龙 好啊 龙臣心中大喜 一对一先击溃对方的领头者 这绝对是最佳表现时机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 龙臣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 这个对手似乎并没有受到自己龙之银的影响 他的眼睛非常明亮 看出自己的眼神也有点不对 那是什么眼神 怜悯 怜悯什么啊你 百米距离转瞬即致 唐武林也同样腾空而起 在腾起的同时身上金色魂环绽放 气血逆运 强盛无匹的金龙王气息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骤然迸发 龙臣左脚踏地 猛地冲天而起 双臂张开 第一魂环闪烁 龙之爪 他一点都没有小看唐武林的意思 能够成为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年轻一代第一天才 他性格沉稳 厚重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小看对手 他虽然知道自己应该能够压制对方 但还是全力以赴 所以 在第一魂环闪耀的同时 第四魂环也同样光芒闪烁 双环同时闪耀 这是魂师控制魂环的高端技巧了 第四魂技 龙之力 体内光明圣龙血脉迸发出强大的力量灌注全身 一双龙爪绽放着璀璨的金光 身体表面浮现出一层细腻的灵片 虽然还不是真正的龙灵 但也已经有所出行 他就是希望上来给对方一个秒杀 直接击溃唐武林 几方气势大胜之下 在以摧枯拉朽之时击败其他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到了那时候 就算对方说自己不是史莱克学院最强的 那他们也是史莱克学院学员啊 败得那么惨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也就在这时候 唐武林身上的气息迸发了 双方气息一定会比身体更早地接触在一起 在那一瞬间 龙晨只觉得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 突然出现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感到恐惧 他充满了不解 可一切却就是摆在眼前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彷扶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似的 全身血脉都在颤抖 自己面前 同样腾身而起的唐武林 似乎变得越来越高大 自己在他面前似乎像是在缩小似的 龙之爪的力量锐减 他咬紧牙关催动魂力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战力 可事与愿为 唐武林身上的气息实在是太强烈了 以至于龙之力直接崩溃 龙之力就是提升他那光明圣龙血脉气息的 可此时血脉气息直接被压制 连魂迹的效果都被压迫了回去 这就是血脉之间的差距 也正是唐武林金龙王血脉强大的地方 第461章 星神剑与分光剑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只龙爪 一只比他硕大得多的金龙爪 上面的每一块鳞片都充满质感和凶悍之气 他的龙之爪挡了上去 可在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他体内血脉再次剧烈颤抖起来 就连魂力都在那一刻倾斜而出 两人碰撞在一起的下一刻就从天而降 可是 在所有日月皇家魂氏学院学员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他们那引以为豪的一代天才 少年天才榜排名第十的光明圣龙龙尘 却是被人家直接按在下面从空中砸落下来的 砰 光明圣龙降临 脸先驻地 唐武林直接一把就把他按在了地面上 金龙爪的粉碎效果在他控制下没有释放出来 可就算如此 也直接把一个四环魂宗修为 拥有着顶级武魂光明圣龙的龙尘给拍晕了 全场一片寂静 哪怕没有隔音护照 也同样寂静地落真可闻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谁能想到会上演如此的荧幕呢 那可是少年天才榜前十啊 那可是光明圣龙武魂的魂宗啊 一个照面 只是一个照面 在所有人眼中 当双方碰撞时候的一瞬间 龙尘就像是自己放弃了抵抗 完全是空门大开 被唐武灵一把按住龙之爪 另一只手按住脑袋 从天空中砸落 然后砸在了地面上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一般的空中阻截动作啊 可这应该出现在机甲上才对 月月皇家魂室学院那边的另外五人 脸上表情几乎是同时凝固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实力最强的队长 竟然会败得如此之惨 最重要的是 他们根本没弄明白是怎么败的 就败了 唐武灵也并没有展现出特别强大的实力 他们就败了 这才是罪别屈的啊 尤鼎齐怒吼一声 手中流星锤用力地抡动起来 巨大的锤头宛如炮弹一般 在锁链的牵引下 直奔唐武灵的方向飞射而来 唐武灵右脚一抬 就把龙尘踢得送向场边 以免他被之后战斗的余波波击 失去知觉后的魂师 身上武魂会逐渐退去 变得脆弱 有顶齐发动的同时 简墨尘身体一转 手中的大盾牌也是旋转飞出 直奔唐武灵飞射而去 两人同时发起攻击 少女狂战天骄喝一声 从后面就冲了出来 他的武魂是一柄大斧子 斧面上有着一个老虎的图案 唐武灵站在原地不动 双手同时抬起 左手握拳 右手金龙爪 轰 左手拳头和流星锤碰撞在一起 一声金铁交明般的轰鸣声响起 唐武灵身体只是微微一晃 但那流星锤却如同炮弹一般飞射了出去 与此同时 他那抬起的右手 稳稳地抓住了盾牌锋利的边缘 盾牌表面 一声唬吼骤然响起 整个盾牌一阵 一只巨虎竟然从盾牌上扑了出来 直奔唐武灵当头咬去 魂灵 他的魂灵竟然是隐藏在盾牌之中的 此时 狂战天也已经到了 腾身而起 巨斧凌空 直奔唐武灵当头斩落 同时面对几重攻击 唐武灵却是依然不惧 体内气血奔涌逆运 先前都没机会用出的金龙惊天爆发 比先前龙尘发出的龙之银更加浑厚的龙银声 伴随着他体内气血的爆发而绽放 巨虎甚至还没有完全扑下来 就在那高亢的龙银声中化为道道流光 重新返回盾牌之中 唐武灵金龙爪收紧 粉碎特效激发 解墨尘的天虎盾表面 顿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大惊之下 解墨尘身上第三魂魂光芒闪烁 盾牌突兀的在唐武灵手中消失 重新回到他的掌控之中 狂战天的大斧子也在同一时间落到了唐武灵头顶 丁翠铭声中 狂战天宛如触电一般倒飞而出 一点星芒在空中绽放 叶星蓝一箭击退狂战天 凌空落下 唐武灵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狂战天倒退 有顶旗收回流星锤 五人没有冒进 脸色都变得有些沉宁起来 第一次碰撞就损失了队长 这是什么情况 直接就变成六对五了 这却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雪流霜冷静的道 我暂待队长行使指挥拳 大家小心唐武灵的伙伴们也已经跟上来到他身边 和对方对峙 一下就击溃了光明圣龙魂师龙臣 立刻就占据了优势 当然不住击 谢谢笑道 还以为有多强呢 原来是营养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啊 他故意说得很大声 让对面的五人能听到 和唐武灵这么熟悉 他当然知道唐武灵对一切拥有龙内五魂魂师 都有很强的克制能力 这是纯粹的五魂压制 本来龙臣也没差那么多 他要是有所准备的话 凭击住超过唐武灵的修为 也没那么容易就会被击溃 可五魂压制这种事 出现在他那顶级五魂光明圣龙身上 注视大大出乎意料 猝不及防之下 再加上唐武灵强势的力量镇压 气血镇压 这才能够一击攻城 看出对面的对手 唐武灵心中暗暗点头 队长被淘汰 他们都没有忙乱的发起攻击 还能保持冷静 这是一支非常有素养的队伍 而且对方还有两名四魂魂师 并不好对付 简墨成刚才的攻击 给唐武灵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那盾牌非常有特点 是罕见的攻防一体魂师 盾牌可以发出商人 配合魂灵 同时自己又有瞬间 让盾牌回到身边的魂迹 能够随时改攻击为防御 这样的搭配相当不俗 流星锤虽然被他击退了 但有顶期的流星锤 也同样给唐武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那流星锤上自带特殊攻击效果 应该是阵暴 唐武灵凭击住黄金龙体化解了阵暴 但左拳现在也是隐隐作痛 抵挡的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容易 至于那狂战天 简直就像是一位狂战士 他可是女孩子啊 那大斧子看上去比他自己的身材也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叶星兰出手 唐武灵抵挡起来恐怕会有些狼狈 能够淘汰掉龙晨真的是运气好 但唐武灵绝不会认为 这样他们就已经具备胜势了 只有真的战胜对手才是胜利 左脚在地面上一点 身体就像紧绷的弓弦一般 下一刻骤然发力 猛地飙射而出直奔对方冲去 没有了龙晨这强力的强攻系战魂师在前面 唐武灵现在要做的就是冲阵破阵 其他的就交给自己的伙伴了 在刚刚他们会合的时候 徐立志已经塞在他手里一个嗜血豆沙包 随时可以吃下去让自己进入嗜血状态 没有了龙晨走出来挡在最前面的却并不是简墨尘 而是雪流霜 他身形一闪就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右手一挥一柄晶莹剔透的白色长剑出现在掌握之中 寒气森森温度骤降 一这五魂和吴老师的天双剑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唐武灵心中赞叹 雪流霜就在这时迎着唐武灵就冲了上来 和唐武灵充实的狂野相比 他显得优雅了许多 手中五魂寒冰剑轻轻一晃 顿时寒意森森一道寒光瞬间亮起 他分明距离唐武灵还有十几米呢 寒意却已经到了唐武灵身前 唐武灵反应很快 右手金龙爪在身前一挡 掌心向外 叮 翠响声中 庞府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然后无数寒意在身前剑开 寒意森森 以唐武灵这么强盛的气血 都感觉到微微一僵 雪流双人已经到了 只见他身形一闪 手中寒冰剑就已经幻化出三道剑影 分别点向唐武灵的额头 胸口和小腹 分光剑 交给我把一点寒星在唐武灵面前绽放 寒星展开 化为腼腆行都 三道剑影被瞬间围剿 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叮叮声 寒意弥漫 唐武灵双臂交叉护在身前 体内气血奔腾 强行将寒意驱除 就那么正面冲了过去 雪流双没有去追他 眼神凝固 看住面前同样手持常见的少女 星神剑法 分光剑法 第462章激烈碰撞 夜星蓝星神剑斜至地面 眼中光芒闪烁 战意生腾 这两门剑法全都属于自创魂技 乃是家族传承 在上古时期就非常有名 是剑类武魂分为神迹的存在 两门剑法都少有在大陆出现 此时却相互碰头 二女怎会不跃跃欲试呢 星神剑法 以星光为本源 画满天星斗为剑 分光剑法 以寒冰为本源 隐寒意凝形为分光剑 二者各善盛场 碰在一起 就要看谁的秀为更加精深 谁对剑法的领悟更强了 星神剑弹起 夜星蓝首先发起了攻击 第一魂技 剑神星 那一点星光格外凝聚 不但光芒璀璨 强盛 更是压缩到了极致 看上去只是异剑 但实际上却是千百剑汇聚而成 雪流双手中寒冰剑滑动 面前顿时升起一层冰轮剑木 泼水不如 细腻的叮叮声不断响起 双方开始了剧烈的碰撞 唐武林越过雪流双的阻拦 已经到了对方面前 目标第一个就找上了简墨尘 除了雪流双之外 只有它是四环 简墨尘的武魂名为天虎盾 是罕见的盾牌类武魂 却是攻防一体的存在 在盾牌武魂之中 属于最顶级的那个层次 它的武魂搭配的魂灵 必须都是虎类才行 和武魂相互契合 产生奇效 它现有已经融合了两个魂灵 先前唐武林见到的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 天虎盾表面的裂纹已经消失了 但简墨尘看住唐武林 却依旧充满了警惕 尤其是对它那右手金龙爪 更是如此 唐武林眼看着就到了它面前 简墨尘盾牌一横 挡在身前 防御方面 它同样出类拔萃 但是 令它和同伴没想到的是 唐武林身上紫光突然一闪 紧接住 大片的蓝银草骤然从地面升起 蓝银突刺震 先前看它那么强势的攻击 谁能想到它在这个时候施展出来的 居然是一个群控技能呢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手忙脚乱 同时身体受到影响 略微僵直 唐武林一个跨步就到了简墨尘面前 右手金龙爪上金光闪烁 直奔它的天虎盾拍了下去 以蓝银突刺震起手 全力攻击 只要再击溃了这个简墨尘 今天这一战的获胜可能就非常大了 吼吼 两声咆哮同时响起 简墨尘虽然身形僵直 但它那天虎盾上 两只巨虎同时曝出 一只全身升腾着火焰 一只全身释放着刺目金光 竟然分别是火属性和光属性的虎类魂灵 二虎同时充击 光明与火焰居然产生了融合效果 给唐武林一种乐正与圣光的感觉 冲击之下 令它后退了一步 简墨尘也趁势恢复过来 天虎盾前拍 两只魂灵巨虎同时烙印在盾牌之上 令那盾牌彭扶活过来一般 直接就拍击到了唐武林面前 唐武林并不知道的是 简墨尘这天虎盾最主要的还是以防御为主 当它发起进攻的时候 能够调动的只有一个魂灵 但在防御的时候 却可以两个魂灵一起调动 再加上它本身四环层次的修为 防御力非常强大 一道巨大的浮影从盾牌侧面瞬间掠起 快如闪电一般到了唐武林面前 坑 唐武林金龙爪挡住攻击 令它吃惊的是 自己虽然挡住了斧子 但那巨斧上传来的风锐气息 却依旧直扑自己 不是纯粹的身体攻击 甚至还带着精神攻击 同时一声虎吼迸发 斧面上的虎头彭扶活过来一般 就像之前天虎盾出现的情况一样 一只巨大的虎形虚影张开大嘴 就咬向了唐武林的头部 好家伙 这俩人配合得还真默契 眼看着唐武林必无可避 突然 他的身体完全违反物理规则 一般倒飞而出 天虎府上带的风锐 还有虎头一咬都落在了空处 一个憨厚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正拉着一根蓝蚓草 蓝蚓草的另一端自然是唐武林这边 唐武林一退的同时 一道金光也随之在他身后闪亮 一圈星轮骤然出现在简墨尘脚下 一道道星光锁链缠绕而上 顿时令他动弹不得 紧接住 道道星光以那星轮为核心向外迸发而出 辟出的天虎府突然倒转 那位置刚好是辟向了简墨尘 天虎府站在天虎盾上 因为身体被定住无法控制天虎盾 盾牌反撞 顿时将简墨尘撞了个裂浅 后方刚刚凝聚了数十根冰毛飞射的翁黛铭 冰毛同时反卷 四散纷飞 变得一片混乱 星光反馈 徐晓妍一边使用着自己这第二魂技 眼中也随之出现了迷茫之色 越是使用自己进化后的星轮魂技 他越感觉到和以前的不同 就像星轮锁链 现在绝对成立的时间应该是从原来的一秒增加到了一秒五 别看这小小的增幅 战场上瞬息万变 往往只是一瞬间就能够决定生死啊 此时的星光反馈令他觉得 自己似乎还没有将这个魂技的能力完全施展出来 唐武林后退 再重新前冲 简墨尘被撞得猎切的时候 他就已经重新到了 金龙爪一爪拍出 正中天虎盾 粉碎效果出现 天虎盾表面瞬间出现了一层细密的裂纹 如果不是他本身极为坚实 单是这一下就能破了他的武魂 简墨尘喷血后退 一屁股坐倒在地 也随之露出了后面的游顶旗 狂战天和翁黛敏三人 一团团火球从唐武林后方带着绚丽的抛物线从天而降 火球不多 只有三个 分别找上了这三个人 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 大豆魂场的观众们看到这三个火球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那可不是普通的火球啊 火球呈现为诡异的蓝色 蓝色火焰彭腐只要看上一眼 都会吸射人灵魂一般 其中蕴含注水的渗透 火的赤裂 风的侵略 三元素融合 这可不是原本那种相互间隔式的融合 而是真正的融合 这才是古月的真本事 他没有参与前面的战斗 就是在施展这个元素融合魂迹 他给自己的这种三元素火起了个名字 叫蓝燕 蓝燕火球 雪流霜也看到那三枚火球了 但此时他却是分身伐术 论修为 他略高于叶星蓝 但叶星蓝和他差的 就是一个魂环 但对于剑法的领悟 以及自身与剑法的契合 他却要比雪流霜高了一个层次 他可是史莱克内院培养出来的精英 一手心神剑法出神入化 雪流霜只觉得自己身体周围被满天星斗包围 想要突围而出难上加难 任谁都看得出 这三团蓝燕火球如果落在有顶其三人身上 恐怕结果都不会太好 很可能就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了 史莱克学院就是史莱克 每一个个体都强得不像画 明明修为不高 但似乎魂力修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真正实力 唐武林的强势 徐晓妍的强弓 叶兴兰的新神剑 无不震撼全场 第463章好多武魂融合技 如果龙晨不是一上来就被干掉了 或许还有的一拼 但少了团队核心 瑞瑞皇家魂师学院这边明显就处于劣势了 这会儿龙晨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了 嘴有点歪 脖子也是 他看住场上的战斗 直到现在他都还没完全明白自己是怎么落败的 这实在是太别屈了 就像是自己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自己内部却出了问题 突然断路 这是输给了自己 不是输给了别人 而这场比赛对于学院的重要性他当然非常清楚了 这场比赛如果输了 对他的打击将会是巨大的 但他对自己的伙伴们有信心 虽然他是队长 但却并不是团队中的最强战力 也不是他们这个团队最为仰仗的 你们一定要赢啊 天虎 简墨尘嘴角还流着血 口中却狂呼起来 狂战天猛地甩出了自己手中的天虎斧 但目标却不是唐武林或者是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一人 而是就在他身前不远处的简墨尘 简墨尘天虎盾同样甩了出去 盾牌与巨斧碰撞在一起 沙那间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道道流光蹦射而出 一头通体皆白 散发着强烈光芒被生双翼的巨虎横空出世 简墨尘和狂战天两人同时消失 那巨虎一出现 就挡在了三团蓝燕火球前方 轰轰轰 三团火球先后炸开 湛蓝色的火焰看上去异常绚丽 那巨虎身上火光蹦射 火焰居然直接渗透进了他的身体 巨虎痛苦的嘶吼柱 只是虚于之间 他自身就有超过一半变成了蓝色 五魂融合技 毫无疑问 简墨尘的天虎盾加上狂战天的天虎斧 施展出的正是五魂融合技 天虎召唤 这是他们五魂融合技的名字 可是 这天虎的气息如此强大 在三团蓝燕火球灼烧下却痛苦至此 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透明起来 显然是自身能量在大幅度的消耗住 由此可见 那三团蓝燕火球有多么可怕了 唐武林腾身而起 双眸之中金光闪烁 体内气血腻域生腾 右手金龙爪亮起道道星光 金色光点率先出现于掌心之中 快快鳞片飞速反卷而上 化为前臂铠甲 覆盖右前臂和手掌 豆凯 一直在空中那位身穿三字豆凯的裁判脱口而出 难道这是二字豆凯 不对 不是二字 他这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承受得起二字豆凯 这分明是用有灵金属锻造的一字豆凯啊 尽管内心之中一直憋着劲和史莱克学院较劲 但当他以及日月皇家魂师学院高层们看到唐武林手上那有灵金属一字豆凯的时候 还是不禁都沉默了 如果只是做不到 他们还没那么痛苦 关键的是 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过啊 这要什么体质 才能在如此年纪就融合一字豆凯成功 有灵金属一字豆凯的打造 没有各个副职业五级以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尤其是锻造 那要六级才行 可六级以上的锻造宗师数量稀少不说 以学院的教学规则 这种东西是不能挤住外力的 只能是学生们之间相互进行 否则外力借助多了 未来几乎不可能成就真正的豆凯师 在豆凯师的世界中有一种明明的潜规则 二字豆凯在进行设计 制作修理 锻造这四个过程的时候 为豆凯师完成其他过程的人 修为不能超过豆凯师一个魂环以上 年龄不能相差超过三岁 唯有如此 大家气血相近 气息相近 才能真正打造出可以被魂石融合的豆凯 因为二字豆凯其实才是成为豆凯师最关键的一步 将豆凯完全融入自身 化为身体的一部分 融合过程中 每一个细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满盘结束 从二字冲击三字的时候 反而要容易一些 可以挤住一些外力了 豆凯师之所以那么少 和二字豆凯的这个限制有着巨大的关系 一字豆凯倒是没有这个限制 可唐武林这不是普通的一字豆凯啊 也有零金属打造的一字豆凯 实际上就是为了二字豆凯雏形 是不能更换的 同时也要融入身体 所以他受到的限制和二字豆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唐武林自己必须要参与这有零金属 一字豆凯的其中一项制作 同时帮他完成其他几项的人 年龄还不能比他大三岁以上 修为不能相差一环以上 在他们这个年纪 这样的限制可就太是问题了 这意味着他不只是自己强 身边还有一群副职业非常强的同龄人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尽管他的斗凯只有一块 但这样的开端就已经足以震惊 整个日月皇家魂师学院了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想过 要为学员们进行这样的打造 因为这在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老师们看来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像当初伍斯朵他们认为的一样 可唐武林他们就是成功了 斗凯摆在眼前 事实证明一切 激昂的龙音声响彻全场 唐武林双手画弧 在身前推出 金龙惊天 偌大的金龙头和已经变得虚幻的天虎 悍然碰撞在一起 天虎怒吼咆哮 背后双翼用力拍动 唐武林在空中却是窥然不动 金龙惊天 面对五魂融合技 或许其他魂师会恐惧 会震惊 但他都面对了多少次了 从当初最早面对的冰雪之森吃了大亏 到后来面对伍斯朵的自体五魂融合技 幽冥白虎 论威力 眼前的天虎毕竟是两名魂师融合的 比伍斯朵的幽冥白虎还是要强了一些 可现在的唐武林也不是当初的唐武林了 修为提升不说 身体强度 气血之力也更不知道强上了多少 又有蓝焰火球在前面的削弱 金龙头泯灭的时候 那天虎也随之化为泡影 两道身影从天而降 这 这一幕让全场超过十万人 再加上魂倒电视前 不知道多少人同样的目瞪口呆 这可只是一群十四 五岁的孩子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是太强 太强了 三环修为 竟然能够挡住五魂融合技 都说史莱克学院强大 但真正知道史莱克学院强大到什么程度的 毕竟还是极少数人 而此时唐武林就用自己的实力向人们证明了 史莱克学院培养出的小怪物们有多么强悍 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实际掌握 无不完美无缺 队长真是越来越霸气了 谢谢的声音在空中回响 他的影龙笔却已经悄然插向了翁黛敏 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唐武林身上的时候 他早已经悄无声息地绕到了敌人后方 此时双臂同时展开 分别插向翁黛敏和游顶齐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施展了五魂融合技的那两位 修为一定是大损的 再解决了这两个 比赛结束 满分到手 谢谢出现得如同鬼魅 游顶齐又被先前唐武林所震惊 眼看着就要被刺中了 就在这时 一声尖笑从翁黛敏口中发出 一层冰墙瞬间出现 然后又瞬间炸开 剧烈的爆炸力 硬是将谢谢推得飞了出去 刘霜 翁黛敏大叫一声 然后就见他全身蓝色光芒大放 整个人张开手臂扶摇直上 就像是仙女升天一般 雪流霜的身体也亮了起来 同样是蓝色光芒闪烁 星神剑刺中 叶星蓝却感觉到自己 彭扶刺中了虚空一般魂不受力 下一刻 雪流霜的身体已经出现在半空之中 和翁黛敏重合在一起 这一次 连刚刚落地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的唐武林 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搞什么 第二个五魂融合技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有这么大把握 要全联盟直播这场比赛了 人家底蕴确实是丰厚啊 如果不是光明圣龙魂师龙辰 刚好被自己克制 再加上这两组五魂融合技 在他们这个年龄段 确实是超级有竞争力的 第464章神龙辩 天空中 两道蓝色身影重合 变大 化为一名身穿蓝色长裙 手持蓝色长剑 身高超过两米的女子 她脑后浮现着一圈白色冰轮 衬托着自身 相貌同时具有雪流霜和翁黛敏的优点 她才刚刚出现 整个大斗魂场的温度 似乎都开始骤降下来 论强度 还要远在先前的天虎之上 这只能是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她们的五魂融合度非常之高 五魂融合技 冰雪女神 日月皇家魂式学院真正的杀手锏 星光 璀璨 一道道星光在空中闪亮 星光暂射 目标为一 金光落下 融入冰雪女神之体 绝对成立 蓝色身躯瞬间化为金色 凝固于空中 一团璀璨星光从天而降 夜星蓝第三魂技 渐星落 冰雪女神刚刚化为金色 见星落就已经到了 配合的不可谓不默契 坑 星光弹跳 金色褪去 冰雪女神依旧悬浮于半空 夜星蓝只觉得自己先前斩中的 庞扶是一座冰山一般 无法撼动 脸色也不由得终于变了 她们这五魂融合技的融合度 恐怕要超过80%了吧 这强度已经完全不逊色于 那天打的她们毫无还手之力的 一字窦砍师眼疯了 冰雪女神手中长剑一挥 三道蓝光从天而降 分光剑法 这可就和先前雪流双施展的 分光剑法截然不同了 分光出世 天寒地冻 刺骨寒意从天而降 剑芒味道 却已经令人毛骨悚然 三道剑芒分别指向了唐武林 叶星蓝和徐小妍 这是她们认为威胁最大的三个人 一道身影腾起 挡住了其中一道剑芒 身影瞬间被剑芒搅碎 但也平击自身的抵挡勉强化解了一击 金护生在看台上此起笔伏响起 这毕竟是一场切磋啊 总不能真的死人吧 但她们很快就看到 那破碎的身影在另一侧 脸色苍白地浮现出来 正是谢谢 她用自己的影分身 全力挡住了攻击徐小妍的那一击 唐武林早在冰雪女神出现的时候 嗜血豆沙包就已经吃下去了 金龙惊天再起 轰 龙头溃散 全身闪烁着蓝光 她整个人直接被劈得飞了出去 叶星蓝星神剑星光璀璨 情况比她更惨 被劈飞的时候 已是口喷鲜血 还是徐励志及时冲上去 用自己的魂力 帮她挡住了一部分欲波 徐励志双目发红 怒吼一声就要冲上去 交给我们 清冷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然后她的肩膀就被一只束手抓住了 荧光闪烁 谷月的身影出现在唐武林身边 五魂融合计 不只是她们有一边说着 她就已经从后面抱住了嘴角倾斜 身体被动得颤抖的唐武林 温威一声低沉的嗡鸣 旁扶令整个大豆魂场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唐武林身上原本还弥漫着的蓝色光芒瞬间溃散 谷月身上分离出一道道光韵 伴随着她的拥抱 飞速融入到唐武林体内 红 蓝 黄 绿 金 银 银 黑 七色光芒化为一条条光带 迅速缠绕在唐武林身上 融入她身体之中 空中的冰雪女神毫不犹豫地一箭展落 蓝色光芒从天而降 落在那七彩光彩之中 但诡异的是 那么强悍的蓝色剑芒在进入七彩光带范围后 竟然被那七彩光芒在不断折射中崩溃了 一块块鳞片飞速从唐武林身体表面浮现出来 鳞片不是她原本的金色 而是呈现为七彩色 无与伦比的威严气息也随之出现 场边的光明圣龙魂式龙晨在这恐怖龙威面前 一屁股坐倒在地 身体竟是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甚至有种要为之匍匐的感觉 鳞片在化为七彩色的同时 渐渐变得透明和厚重起来 唐武林整个人全部笼罩在鳞片之中 就像是穿上了一层铠甲 这样的龙音声充满了辟逆天下的气感 七彩迸发 唐武林黑发飘扬 她的双眸之中也多了一层七彩色 在她脑海深处 一幅幅奇异的画面浮现而出 那是无数巨大的魂兽顶礼膜拜的样子 他们膜拜的目标正是自己 右手上的斗铠也同样被渲染成了七彩色 唐武林却感受不清自己现在究竟是怎样的层次 只是觉得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渺小了似的 冰雪女神到了 蓝色长剑本体展落 全力一击 唐武林身体周围的空间似乎都被冻结的凝固了 超低温令呼吸都会变成冰渣 坑 七彩色的龙爪抬起 抓住了蓝色冰剑 啪 冰剑破碎 画为碎片 唐武林下意识的右拳直接挥出 手下刘晴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身上绽放着璀璨的光彩 挡在了那七彩拳头之前 轰 唐武林身体纹丝不动 那挡住了她的身影也悬停在半空之中 但她的拳头却变成了七彩色 紧接住一连七声轰鸣响起 每一声轰鸣都让她的身体颤抖一下 裁判三字窦凯师 是的 挡住了唐武林攻击的这个人 正是本场比赛的裁判 那位三字窦凯师啊 当冰雪女神之剑在唐武林手上破碎的时候 她就感觉到了不好 不能不出手了 再不出手 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一拳碰撞 以她加上三字窦凯 足有封号窦罗层次的修为 也感觉到一阵星际 手上传来的七次连报 那是其中不同属性的恐怖震报 这是两个三环孩子弄出的五魂融合剂啊 她们的融合度要达到怎样的恐怖程度 才能产生出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蓝色光运褪去 血流霜 翁黛敏从天而降 二女此时早已是面无人色 当冰雪女神之剑崩碎的时候 她们就感觉到一股恐怖之急的威压 压迫到自己的骨子里 直觉告诉她们 如果不是老师出手 她们很可能真的会死 那究竟是什么五魂融合剂啊 七彩身影冲天而降 古月从唐武林背后分离出来 在这一瞬间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整个身体 都在刹那被抽空了 彭扶自己只剩下一具躯壳一般 唯有金龙王封印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第四道封印似乎松动了似的 又像是又什么激动的力量 在由内而外地冲击住封印 徐小妍冲上来 扶住了脸色苍白激进虚脱的古月 蟹蟹冲过来扶住了唐武林 唐武林摇紧牙关 向空中悬浮在那里的三字 都开始问道 我们赢了吗 简单的五个字 在整个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大斗魂场内回答 我们赢了吗 万众瞩目 这堪称年轻一代最强碰撞的一战 结局如何 已经无庸置疑 光明圣龙魂师 五魂融合记天虎 五魂融合记冰雪女神 可 还是 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毫无悬念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那五魂融合记的名字 三字窦凯师问道 唐武林愣了愣 名字 他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第一次使用之后 他等古月都昏迷了很久 醒过来也不敢再尝试 今天是第二次 或许是因为有些适应了 再加上实力的提升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晕过去 但这名字 还没想好啊 神龙变 古月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 第465章第一遍 神龙初醒 神龙变 三字窦凯师苦笑一声 你们赢了唐武林笑了笑 然后硬撑着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朝处看台上 早已鸦雀无声的观众们挥了挥手 从容而骄傲 最终竖起一根食指放到唇边 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谢谢扛着他的手臂 赶快往外走 再不走 人家一人一口吐沫 都能把他们淹没了 你真不愧是吃货唐武林 差异的问道 怎么说这个 谢谢翻了的白眼 你体重太沉了 听不懂吗 唐武林没吭声 默默地向他身上压了压 谢谢再次翻了个白眼 唐武林扭头看向谷月 谷月此时已经闭上了眼睛 大部分重量都压在徐晓妍身上 真的叫神龙变啊 你临时变的 谷月睁开双眸 看向他 轻声道 神龙变 第一变 神龙初醒唐武林惊讶的道 难道还有第二变 谷月虚弱的道 神龙九变 唐武林的表情有些古怪 但实在是太虚弱了 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六人所过之处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师生们 都用复杂的眼神看住他们 无论他们多么不愿意承认 都必须要认识到 这些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学员的实力 六对六 在几方有三名四环魂师 有两对五魂融合计组合的情况下 还是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就像最早那位中年人所说的 他们看到了差距 看到了真正的差距 艰难的上了电梯 昏头昏脑的总算是出了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明都的空气中 彷復弥漫着一层钢铁的气息 当他们走出学院大门的时候 不禁吓了一跳 在日月皇家魂师学院门外 已经被人流围了个水泄不通 刚刚这场比赛 覆盖了明都所有的大屏幕 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公共区域的 不知道多少人见证了这一场少年层次的对决 在附近的人都想要亲眼目睹一下 史莱克学院的这六名少年男女究竟是什么样子 竟然能够如此强大 深吸口气 又吃了一个恢复大肉包 唐武林咬紧牙关 不让虚弱感带走自己的意识 古月那边已经紧闭着双眼 不知道意识还清醒不清醒了 如果这会儿有辆车该多好啊 唐武林心中暗暗感叹 可惜他们的车扔在高速路上了 正在他感叹的时候 突然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一辆充满流线型的浑倒汽车 就那么从空中俯冲下来 稳稳的停在他们面前 车门开启 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上车是吴老师 哪还用说什么 六人纷纷挤上了车 武长空开来的这辆高空飞车 足有安排座位 他们六个人坐进去虽然有些紧张 但也还可以容纳 门关 高空飞车猛然加速 扶摇直上 冲入空中而去 月月皇家魂式学院高层会议室 说说吧 对今天的这场比赛 大家都有什么看法 老者坐在主位 脸色阴沉地说道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坐在他下首位的一名中年人 叹息一声 无论从武魂 个人实力来看 我们都应该赢的 可是 最后的结果却还是输了 对方的六名魂师之中 有一名是食物系魂师 主要战斗力只有五个人 最近人注目的就是那个唐武林 正是因为他瞬间击溃了龙城 这才让胜负天平倾斜 直到现在我都还不太明白 龙城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快 从后面的比赛能够看得出 唐武林的实力虽然不弱 但龙城应该比他指强不差才对 我刚询问过龙城了 龙城说 他在面对这个唐武林的时候 自身魂力就像是产生了恐惧师的退缩 令他无法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 尤其是最后 他们施展出那个七彩色武魂融合剂的时候 压迫力更强 好像是威压之类的能力 老者再次开口了 不是威压 他应该是武魂压制 同属性武魂 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压制 怎么可能 此言一出 在场众多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高层们 脸上都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是啊 怎么可能 龙城的武魂可是光明圣龙啊 那是在武魂中最顶尖的存在 本身就已经是变异武魂了 是他们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力 才吸收到日月皇家魂师学院来的 本来龙城的目标是史莱克学院的 他们用了最好的资源 才将它吸引过来 在龙类魂兽中 他这光明圣龙应该已经是最巅峰的了 怎么可能还有比他更强的龙类武魂 事实摆在眼前 容不得我们不信 那个唐武林的武魂 和光明圣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但却更加强大 龙类武魂种类众多 像以前星斗大森林之中那位兽神 他的层级就要在光明圣龙之上 老者淡淡地说道 他的眼神始终处于思索状态 身为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院长 今日这一战对他的打击也是相当不小 但打击带来的除了痛苦之外 更多的是思索 思索彼此之间的差距 日月皇家魂师学院年轻这一代 是被他寄予了厚望的 这个六人组合其实还有一人 一共是七个人 被他们称之为要是七星 指望住他们未来能够代表日月皇家魂师学院 和史莱克学院做斗争的 可还没等要是七星闪亮登场 就被史莱克学院的人上门挑战 并且大败亏输 这一定是个阴谋 一定是史莱克学院知道我们有这么个团队 专门针对了 所以才会输 您说的当初星斗大森林那位 是惊眼黑龙王寿神帝天吧 一名年长的学院高层问道 老者点了点头 是他 星斗大森林之所以还没有被一位平地 就是因为在魂兽世界中还有这么一位存在 这位的修为超过八十万年 是真正的魂兽之王 他可以化身人类 自身的破坏力 就算是四字斗砍师 也不知道要几位才能将其击败 当年 曾经尝试过对他进行围剿 都被他逃脱了 为了不真正的让他疯狂 星斗大森林核心圈现在才一直保留着 并被设为禁地那个唐武林的武魂带着一些光明气息 肯定霍金掩黑龙王不是一个类型 看来应该是另外有一种颠顶龙类武魂 被史莱克学院发掘出来了 他现在才三环 就已经拥有了有灵金属的一字痘改 未来此子前途不可限量 想办法调查他的资料 还有那个古月也很不简单 他最初的三个火球 竟然能够将我们的武魂融合技消耗大半 虽然只是直接出手这一次 却是战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叶星兰的实力更在流霜之上 他的心神剑法已经登堂入室 还有那个释放金光的女孩 他的控制技能非常霸道 当时连冰雪女神都被他控制了一瞬间 所以哪怕是在一对一的对比中 对方的六名学员也是在我们之上的 研究部门立刻深入研究这场比赛 我要最详细的数据分析是 上了车唐武林头一歪就晕过去了 他是真扛不住了 比赛中他扛住了绝大部分压力 再加上最后 那被古月称之为神龙变的武魂融合技 实在是太消耗自身了 那个武魂融合技不只是吸收魂力 气血之力精神力 全都有着剧烈的消耗 昏迷之中 唐武林脑海中浮现着一幅幅幻象 身体也似乎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四层封印 盈盈已经出现了裂痕 醒来一声轻贺在耳边响起 唐武林激灵了一下 睁开双眼 他惊讶的发现 自己又来到了那个自己脑海深处的殿堂之中 站在面前的赫然正是老唐 老唐唐武林惊喜地叫道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老唐了 你这小子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老唐叹息一声 唐武林疑惑地道 老唐 怎么了 第四百六十六章封印破开的危机 老唐道 你的第四道封印最多还能支撑三个月 三个月内 必须要找起我上次让你寻找的四种天才地堡 从而确保能够突破成功了 三个月 唐武林目瞪口呆地看住他 这时间上也太紧张了 你不是说还早住呢吗 老唐道 原本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你的身体强度提升得非常快 未来承受封印前面几道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你的饮食应该很好 身体强度稳步提升 但不知道你小子做了什么 那被封印住的金龙王封印 自己产生了松动 第四道封印已经出现了裂痕 他封印住的金龙王精华开始躁动 就算你自己不冲击 用不了多久他也会破开 那时候 这些能量就会冲击你的身体 很有可能带点你危险 先跟我说说 你最近都做了些什么唐武林心中移动 首先就想到了 他和古月的五魂融合计 五魂融合计 脱口而出 五魂融合计 老唐惊讶的道 有人能够和你施展五魂融合计 这不可能啊 唐武林道 应该是五魂融合计的 古月说 我们这个融合计叫神龙变 还有什么神龙九变之说 具体的我还没来得及问他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下 他将自己和古月在施展神龙变时的情况 详细的讲述了一遍 老唐听得很认真 不时眉头颈簇 虚幻的身影轻微的晃动着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按道理说 没有人能够和你施展五魂融合计的 你的金龙王血脉 极大程度的改变了你的身体 让你拥有远超普通人类的体魄 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 魂力 气血之力 精神力都在五魂融合计中消耗 这是契合度达到百分之百程度的五魂融合计 才会产生的效果 也就是说 和你融合的这个女孩 五魂应该和你能够相互互补 可你又说她的五魂是元素掌控 这就不对了 而且 我也想不出有什么五魂能够和你互补的 唐武林没想到连老唐都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 有些无奈的道 连您都不知道 那要不我回去问问老师 老唐摇摇头 道 他们连你的情况都不清楚 就更别说这五魂融合计了 这个我会仔细想想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对于你来说 当务之急首先要做两件事 第一 你要在三个月内找齐四种天才地宝 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应该能够较为顺利的吸收了第四道封印的金龙王精华 第二 以后这个五魂融合技能不用就不用 应该就是它刺激了你的金龙王精华躁动 自行冲击封印 用的多了 一旦有两道封印同时解开这种情况出现 你立刻就会万劫不复 明白了吗 唐武林心头一紧 赶忙点了点头 明白了 那我尽量不用五魂融合计 笨 由于第四道封印提前松动 你后面封印能够支撑的时间也会有变化 这个我会之后逐步告诉你 我现在也没办法精准判断你的封印会多长时间解除一道了 所以 你多做些准备唐武林苦笑道 您就直说呗 让我多赚点钱 好买灵物唐老玩耳一笑 是这个意思 不过你也不用太紧张 以你现在的基础 至少未来三道封印不会有太大问题 当然 你的体质还是要持续提升 金龙王血脉的力量 等你修为超过四环之后 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双刃剑啊 强大的背后 是随时有丢掉小命的可能 想想上次老唐说的四件灵物 唐武林就不禁有些头疼 不过幸好他现在在史莱克城 作为大陆第一大成 灵物资源应该是最为丰富的 至于钱 唐武林现在倒是没那么担心了 有一手锻造绝活在手 赚钱也不是那么难 回去要先去一趟唐门了 接取一些任务完成贡献 唐门换灵物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 光影闪烁 唐武林眼前重新陷入漆黑一片 和老唐的短暂交流结束了 在重新陷入昏迷之前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每突破两道封印 自己将多一个金色光环的话 那么这第二个金色光环 也就是自己的气血浑环 又将带给自己怎样的技能呢 真是有些期待啊 当唐武林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床上了 揉了揉 彭腹要裂开一般疼痛的头 忍不住呻吟一声 一张胖乎乎的大脸随之凑了过来 武林 你醒了徐立志憨憨的笑道 嗯 头好疼 我们这是在哪 唐武林向徐立志问道 徐立志道 我们已经回来了 这不是在咱们宿舍吗 啊 回来了 唐武林大吃一惊 先前比赛的时候 他们还在明都啊 明都距离史来课程可是不近 难道自己昏迷了很久不成 吴老师的高空飞车速度很快的 比魂岛列车还要快许多 我们大概飞了五个多小时 就直接回来了徐立志看出他的惊讶 赶忙解释道 这么好 原来高空飞车如此方便啊 以后咱们也买一辆唐武林大敢吃亏 没能亲身感受一下高空飞车的过程 住时是有些遗憾啊 徐立志却是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也不是那么好的 不舒服 有点晕的 小妍直接晕的都吐了 我也差不多 只有谢谢和新兰姐承受能力比较强 你和谷约一直都晕住 不过你们的五魂融合计好厉害啊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药 我要吃光你的魂力唐武林毫不犹豫的说道 事实证明他不是开玩笑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 恢复大肉包如同流水线一般不断的被他吃下去 真的吃到了徐立志魂力近乎消耗殆尽 不得不去冥想恢复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吃了一肚子的恢复大肉包 全身总算有了一些暖意 前河的经脉开始恢复 唐武林自己的精神也开始变得好了起来 和上次使用神龙变的时候相比 这一次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似乎变强了不少 副作用没有那么严重啊 当然 还是很难受的 必须赶快好起来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弄清楚呢 期末考试之后 应该会放假一段时间 在这之前 他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 同时 他也急于知道 这次期末考试 同学们能否全部过关 冥想中 恢复的就更快一些 当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力气下地走路了 唐武林在桌子上 找到了自己先前留在学院中的所有物品 首先拿过混岛通讯器 拨通了武长空的号码 一听他醒过来了 武长空告诉他立刻过来 让他等住 时间不长 一系白衣 永远是那么冷帅冷帅的武老师来了 武老师 我们的期末考试成绩 唐武林问道 武长空道 满分 加分 都给了第467章唐门总部 唐武林松了口气 道 那就好 我多余的分数都拿出来分给同学们吧 看谁的分数不够武长空道 你自己的分数积累 对你将来进入内院时是有作用的 你现在把多余的分数给出去 到时候平定的时候 你的综合成绩会下降唐武林道 我有信心 分数只是一方面 不是还要看实力的吗 而且 这次我们也算是给学院增光天才了吧 怎么说 学院方面也应该给我们点奖励才对啊 上面有没有说奖励我们什么 武长空淡淡的道 有 我的奖励已经领了 私自以学院名义和敌对势力发生冲突 险些导致学院民生受损 处罚一年奖金 你想要什么奖励 我去跟学院申请唐武林张大的嘴 连连摆手 不 不用了 我没钱 我可没钱啊 看出他那惊恐的样子 武长空一向冰冷的双眸中闪过一抹笑意 你自己不要的 可不怪我 嗯 我自己不要的唐武林毫不犹豫地说道 菜老的狠辣他可是见识过的 这要是惩罚他一大笔学院点数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武长空道 那我就帮你回绝了 虽然这次你们私自挑战对方学院 但毕竟是在考试之中 责任由身为老师的我承担了 你们的奖励是 给予每个人一个直接参与下一届史莱克七怪竞争的名额 那我就告诉菜老 你们放弃了 唐武林目瞪口呆地看住武长空 武老师 不带您这样的 您这不是故意坑我吗 武长空冷冰冰地道 坑你了 怎么样 看住他冰冷的眼神 唐武林眨了眨眼睛 好不容易才确认 我老师这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可是 您能不能不要用这种冷帅 冷帅的表情开玩笑啊 这谁能辨别的出来啊 真是 除了奖励之外 你们这次的获胜 让学院给予了我们年级特殊奖励 我们班的期末考试 整体每个人加十分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有人被淘汰了 这个学期 你是一名合格的班长 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 唐武林忍不住愣了愣 下一刻才兴奋地跳了起来 用力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真是太好了 还有几天所有人才会都回来 你先休息吧 然后学院就放假了 你留在学院 还是要去什么地方 武长空问道 唐武林道 我肯定是留在学院的 我也没地方可去 父母直到现在都不知去向 没有父母 也就没有假 他只能选择留在学院之中 而且 当务之急 是尽快找齐四种灵物 好突破自己体内 金龙王的第四道封印 确保自己的安全 他可不敢等到封印自己突破 那种不确定性的突然袭击 恐怕不死也要脱层皮 还是自己主动去突破比较好 嗯 老师说 到时候让你过去住一段时间 指点指点你修炼武长空口中的老师 当然是赤龙斗罗卓士了 好啊 唐武林当然愿意了 卓士教他的金龙惊天 令他的战斗力提升了一大截 他现在气血之力日渐旺盛 但如何运用自身血脉的力量 却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如果能有一位封号斗罗层次的大能指点 而且还是龙内武魂的封号斗罗 对他的帮助可想而知 嗯 你先休息吧 还有五天时间 所有人就都回来了 会有一个简单的期末总结 然后就放假 是唐武林答应一声 不得不说 神龙变的副作用还是巨大的 接下来五天 唐武林全都是在修炼中度过的 虽然比上次已经算快的了 但五天后 他也就是恢复了六七成的样子 不能过度用力 否则的话 身体就会再次出现那种空虚的感觉 明天就是期末总结了 唐武林现在体力也恢复的差不多 决定先去一趟唐门那边 他是有日子没去了 总要去报个道 于是叫上了谢谢和徐立志 三人一起前往唐门 史莱克城这边的唐门 位于史莱克城内城 史莱克学院其实并没有完全占据内城这边 内城有接近一半 是属于唐门的 没错 属于唐门 唐门在大陆上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史莱克城内的唐门总部 还有一个是天斗城的唐门总部 两边都称之为总部 天斗城唐门总部是唐门发源的地方 而史莱克城的唐门总部 则是唐门再次崛起的地方 万年前 唐门一度衰落 连宗门所在都被人抢去豪夺了 灵兵斗罗加入唐门 之后带领着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 历经土质 让唐门辉煌再现 评级柱对魂倒器的研究 将唐门暗器融入其中 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杀伤力的魂倒器 从而带领唐门 再上巅峰 也奠定了万年来唐门的基础 那时候的唐门和史莱克学院合作 在这边建立了专属于唐门的区域 史莱克学院的魂倒器一度由唐门进行培训 和唐门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后来随着窦凯的发展 史莱克学院改变策略 不再设置魂倒器了 主攻窦凯 二者这才重新分开 珠红色的大门上悬挂着金色扁额 扁额内部底色为宝蓝色 上面有着两个金色打字 唐门 建筑古色古香并不高大 但占地面积却是非常广阔 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小城市似的 唐武林三人扫了掌纹 被准许入内 之前武昌空曾经带他们来过这里 所以也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 首先他们要做的就是登记 一个是交了上次接取的任务 同时重新登记自己的实力 不明确的实力重新进行测试 唐武林魂力34集 每天吃那么多好东西也不是白费的 修为提升得很快 进入史莱克学院后 他的修炼速度明显增加了 当初分无余给他服用的天才地宝 已经完全被吸收 登记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唐武林的右手斗凯 斗凯只有完成全套 才能够前往传灵塔进行登记 并且给自己的斗凯命名 唐武林只有一件距离还远 但却不影响他在唐门进行登记 虽然只是手甲 但这可是有灵金属锻造而成的 一字豆凯 手甲和前臂甲 这意味着基础 可以带给唐武林不少的积分 三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登记之后 唐武林到了接取任务的区域 他没有先接任务 而是在灵悟列表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那四种 这才是他今天来此的目的所在 很快他就找到了两种自己所需的 另外两种的名字也找到了 但年限却都不太合适 有超过的也就低于的 超过的就浪费了 而且价格高昂 低于的效果又不够 看来这两种还要再想办法才行 正在唐武林计算积分 打算接取任务凑够几分去购买那两种灵物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唐武林 声音很陌生 唐武林赶忙站至身体 向身后看去 在他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一位身材中等的中年人 他面向憨厚 脸上总是笑咪咪的 正饶有兴趣地看住自己 您好 您是 唐武林问道 眼前这位柱石吓了他一跳 伴随着血脉的提升 他的感知非常敏锐 哪怕是吴老师那种秀为的强者 临近自己身体周围 他都能有所感应 可眼前这位什么时候来的 他却是茫然不知 哪怕是现在转身看到了 却依旧给他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就像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幻影似的 可他又能够完全肯定 人家是确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 这位的修为 至少也在吴老师之上 你好 唐武林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肖旭 是唐门使来课程这边的总管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上下打量着唐武林 似乎是在审视着什么 他的目光很柔和 但双眼之中 彭腹有两团漩涡一般 吞噬着一切 第468章电竹 唐武林心头一震 唐门使来课程主管 唐门内部分级非常明确 首先是执视一层 分为九级 唐武林自己现在已经是六级执视了 只有到九级执视之后 唐门贡献再达到一个高度 才能成为主管 主管分为三级 间隙主管 外唐主管和内唐主管 唐武林听武长空说过 以武长空现在的修为 以及二字窦凯师的境界 也只是到了内唐主管这个层次 主管之上 才是真正的唐门高层 各唐的唐主以及总管 每一个唐门分部都有一个总管 一般来说 总管的地位和各唐唐主是一样的 唐门主要有内唐和外唐 还有一个斗罗殿 其中斗罗殿地位最高 是整个唐门的管理机构 闽唐 玉唐 立唐为外三唐 内唐又分为三个唐口 执法唐 斗魂唐和供奉唐 内三唐人数很少 各有职能 外三唐主要对外 包括经营唐门产业之类 唐门弟子并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 已经要在唐门工作 尤其是像唐武林他们这些年龄20岁以下的唐门弟子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好好修炼 提升自身 升入主管级别之后 才有资格进入内唐 职势只能在外三唐工作 待遇是非常高的 而各个分部总管直接对唐门最高机构 斗罗殿负责 地位等同于外唐唐主 眼前这位 虽然是总管 可他的地位 就不是等同外唐唐主 这么简单了 因为他是唐门总部这边的总管 虽然唐武林不知道他的具体地位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但想来绝不会低 一定是唐门真正的高层 您好 郭总管唐武林恭敬的向郭肖旭行礼 郭肖旭微微一笑 果然是少年才俊 很不错 你们前些天在日月皇家魂式学院的比赛 我看到了 表现的可圈可点 你们代表的不只是史莱克 在你们六人之中 有五人都是咱们唐门弟子 金斗罗殿特批 本门将会给予你们一些奖励 以鼓励你们继续努力修炼 再攀高峰还有奖励 唐武林一听眼睛就亮了 谢谢郭总管唐武林有些雀跃地说道 他毕竟才只有14岁啊 郭肖旭微微一笑 你们每个人可以任选一门唐门绝学免费学习 同时再额外奖励每人一万贡献点 但这笔贡献点你们只能消费 不计入总贡献点 所谓不计入总贡献点 指的是不能提升他们的直视等级 可就算如此 一万唐门贡献点也能买好多东西了 唐武林加上自己手上的贡献点 就足以购买他先前找到的两种适用灵物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你们三人先选择 回去之后让叶兴兰和徐晓妍也来一趟 是 谢谢您徐立志和谢谢听到声音也早就过来了 松宫献点又可以挑选唐门绝学这种好事 怎能不让他们兴奋呢 目前为止 唐武林学习的唐门绝学 包括紫迹魔童 玄天宫 控鹤秦龙这三种 徐立志学到的是玄玉手 控鹤秦龙和玄天宫这三种 还有一些零散的暗器手法 谢谢学的是玄天宫 鬼影迷宗部两种 徐晓妍是玄天宫 紫迹魔童两种 叶兴兰学的是玄天宫 鬼影迷宗部 玄玉手三种 如果能够再多学一种唐门绝学的话 无疑都是对他们战力极大的提升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选了鬼影迷宗部 伴随着实力的增强 他在战场上的灵活性 已经成为了制约自己实力的巨大问题 他不擅长远程攻击 只有金龙孔爪勉强能算是中距离攻击而已 有了鬼影迷宗部 就会极大程度地增强他的灵活性 至于玄玉手的话 他有金龙爪 作用不大 徐立志选了紫迹魔童 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力 谢谢选的也是紫迹魔童 他们未来都到了要增加第二魂灵的时刻 有紫迹魔童提前提升精神力 到时候选择魂灵就会轻松的多 而当精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紫迹魔童还有一定的精神攻击能力 再加上眼力增强 对于实战也同样很有作用 除了作为基础的玄天弓之外 唐武林他们私下综合评定过 最有用的 其实就是紫迹魔童了 唐武林没有急于购买那两种灵物 因为他怕自己回去之后不方便保存 所以准备等到找到另外两种之后 再来唐门换取 他向郭潇旭提出 要保留那两种领物的兑换权利 花费了一千贡献点 先预定了下来 唐武林三人兴高采烈地走了 郭潇旭回到内奸 不大的会议室装修得古香古色 简单的几个摆件 如果仔细看 都是能令人震撼的宝贝 郭潇旭走到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此时 会议室桌子旁边 一共坐了还有六个人 坐在主位上的 是一名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头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 双眸却泛着淡银色的光彩 怎么样 坐在郭潇旭对面的是一名光头男子 如果唐武林看到他 一定会一眼就认出来 这位正是他曾经见过 并且帮过他的那位赵堂主 郭潇旭微微一笑 光哥你别助急啊 听我慢慢说 赵堂主抹了一把自己的大光头 再叫我外号 收拾你郭潇旭不在意的道 这几个年轻人很不错 唐武林确实是特殊 我认为可以在四环之后 吸收入豆魂糖重点培养 徐丽智是罕见的食物系魂师 也很不错 谢谢整体看稍微弱了一点 但双生五魂还是有优势的 他更多的事需要我们进行引导 我看四环之后 都可以吸收到豆魂糖主位上的青年点了点头 大家说说 都有什么意见 这位青年的声音非常悦耳 柔和却并不柔媚 带着淡淡的雌性 在他开口的时候 在场其他六人明显坐着了几分 面露恭敬之色 一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道 我没什么意见 只是不经过外堂 就直接进入内堂 这个流程上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我觉得 先来我们玉堂锻炼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不好光头照堂主哼了一声 你们玉堂干的都是打杂的事 就算到外三堂 也是在我们立堂更合适一些 好了主位上的青年道 美玉虽然需要雕琢 但也不能浪费时间 就进躲魂堂吧 小郭 他们我就交给你了 资源可以相对倾斜 五常空那小家伙 应该距离三字窦凯师不远了 等他达到三字窦凯级别 准许其加入供奉堂 迎售代事 店主郭潇旭站起身 恭敬地说道 好了 今天就这样 我还要回学院那边 最近邪魂师开始出没 让各地堂门留意 已经发觉 斗魂堂负责清洗青年淡淡地说道 是伴随着青年的起身 所有人都随之站了起来 恭送店主房间内的光线 似乎黯淡了一下 那位被称之为店主的青年 下一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469章第465 466章古月 你坦白吧 谢谢 励志 子极魔童的要点就是这些了 每天固定时间一定要修炼 子极魔童最重要的就是积累 但也不能操之过急 明天早上我修炼的时候 你们跟住我 好 那我下午带你练练鬼影迷宗部 谢谢说道 好啊 唐武林笑道 回到宿舍区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演练起唐门绝学了 不远处 站着两个人 乐正与鞋靠在宿舍墙壁上 有些嫉妒的道 运气太好了吧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 你没遇到的事情多了 四十集突破了 圆恩叶灰瞥了他一眼 他站在他五米外的地方 刻意保持着距离 嗯 终于突破了 等哥拥有了第二魂灵 嘿嘿 你小心班长之位不保 呵呵 圆恩叶灰回答他的 就只有这两个字 乐正与哼了一声 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试试首圆恩叶灰淡然道 放心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要是留下点残疾什么的 你可别怪我 哼 乐正与有些信心 面对圆恩叶灰 他还真没什么信心 不远处的宿舍门打开 谷月从里面走了出来 叶星兰和许小妍也去唐门领取他们的奖励了 谷月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舒展了一下身体 才有些许红韵升上面颊 刚开始练习鬼影迷宗部的唐武林一眼就看到了他 立刻放弃练习 快步来到谷月身边 怎么样 你好些了吗 谷月的恢复速度明显要比他慢 嗯 好些了 没什么事 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罢了 谷月低声说道 唐武林略微犹豫了一下后 道 能不能去你那里坐一下 我有话对你说 嗯 谷月抬头看了他一眼 但很快就点了点头 来把口哨声随之响起 蟹蟹坏坏的在远处比着什么手势 圆恩叶辉皱了皱眉 转身回了宿舍 谷月和叶星兰 徐晓妍住一间宿舍 雨声宿舍的味道总会比男生宿舍亲爱的多 淡淡的少女体香扑鼻 给人一种温馨而舒适的感觉 谷月走到里面自己的床上坐了下来 指了指面前的一张椅子 别看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上学 但单独说话的时候却是不多 尤其是在谷月刻意避开唐武林的那段时间 更是如此 什么事 谷月看住坐在自己面前的唐武林 心不争气地跳了跳 唐武林已经14岁了 虽然看上去还有些同质和青色 但随着发育 她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七 身材匀称 并不是特别健壮 相貌极为英俊 尤其是一双大眼睛 清澈地旁服能够倒映人的灵魂 长长的睫毛卷翘 这么近距离的对视 她还真的有些不习惯 你坦白吧 唐武林看住谷月说道 谷月的变化也很大 女孩子的发育总是比男孩子快一些 她的身高比她也只是差了一点 少女气息越来越浓郁了 虽然论相貌比不上徐小妍和叶兴兰那样的角色 但却自有她的清雅 和谷月在一起 唐武林总会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她有的时候虽然会特意避开自己 可更多的时候 却总会有一些下意识亲近自己的小动作 她从来都不会让别的男生碰到她 哪怕是关系最熟悉的谢谢 徐立志也是如此 碰到一点都不行 但却并不戒备和自己的接触 而且甚至还会主动 有的时候她甚至显得有些霸道 会用她自身来隔开自己和其他女生有可能接触到的机会 刚开始的一两次唐武林还没有注意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 她又怎么可能真的注意不到呢 渐渐的她开始有些习惯了 习惯了谷月对自己的温柔和对别人的淡漠 这种感觉总是会让男人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她也能感觉到 自己和谷月之间又像是隔着一层什么 具体是什么她说不清楚 但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坦白 坦白什么 谷月吃惊地看住唐武林 唐武林分明发现 在她眼神之中有着一丝惊慌 你说坦白什么 赶快说吧 唐武林追问道 谷月别过头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唐武林道 真不知道 谷月摇摇头 不知道唐武林道 神龙变是怎么回事 你都把名字说出来了 会不知道 谷月呆了一下 回过头看住她 你说的是这个了 唐武林瞪大了眼睛 还有别的事儿 谷月羞脑的一脚踢过去 唐武林嘿嘿一笑 也不闪避 任由她踢到自己腿上 然后很夸张地捂住腿 捅呼起来 哎哟 这可疼死我了 我的腿断了 谷月 你可要对我负责啊 嘴上在惨叫 脸上却是笑盈盈地看住她 谷月哼了一声 活该 你有话就快说 要是来耍平嘴的 耍够了就走吧 唐武林收起惨叫 正色道 神龙变是怎么回事 我编的谷月的回答 潜脆利落 编 编的 唐武林瞪大了眼睛 看住她 那什么神龙第一变 神龙初醒之类的 也都是变的 是啊 是不是变得很好听 谷月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你赢了唐武林 站起身就往外走 谷月也不理她 一直走到门口 唐武林转身又回来了 真是变的 真是谷月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骗人是小狗 唐武林恶狠狠地道 又指谷月赤笑一声 我不信 你没说实话 从你的眼睛里 我看到了谎言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 唐武林义正言辞地说道 谷月歪头看住她 那你能把我怎么样 唐武林一步上前 猛地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谷月吃惊的同时 就已经被她按在了墙壁上 四目相对 唐武林恶狠狠地凑了上来 两人的面庞相聚不过寸许 呼吸可温 唐武林充满阳光味道的少年气息 顿时充满了谷月的感官 刷的一下 她那俏脸已是一片通红 你 你干什么 唐武林恶狠狠地道 言行逼供 你敢 谷月的声音明显变小了几分 但在她的双眸之中 却荡漾着一种异常的情绪 唐武林的眼神变得越发凶恶了 然后逐渐向她逼近 谷月抿着嘴唇 别过头去 闭上双眼 哪里还有一点元素掌控者的强势 简直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肩膀上突然一清 谷月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唐武林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我是不敢 你赢了唐武林无奈地摇摇头 这都问不出来 她也没办法了 不过刚才离得近了 谷月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无形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似的 回来 谷月眼看她一只脚 已经跨出门外突然叫道 唐武林回过头 不回 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回去干什么 谷月哼了一声 好 你走吧 那就不告诉你了 人影一闪 唐武林瞬间就回到了她面前 这一步跨出 用的正是刚刚学会一点点皮毛的鬼影迷宗布 别说 还真挺好用的 说吧 她立刻拉了把椅子过来 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 谷月低下头 沉默了 似乎是在犹豫住什么 快说吧 就告诉我一个人就行了 我保证为你保密 唐武林立刻说道 谷月喃喃的道 其实 我的武魂也是龙类 龙类武魂 唐武林心中一动 惊讶的看住她 你不是元素掌控者吗 谷月点了点头 是的 我的武魂也是龙 和你不同的龙 元素掌控 只是武魂的具体表现形式罢了 吧 谷月第一次说的时候 唐武林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这次却是真真切切的明白了 怎能不大吃一惊 她的这次却是真正的 这次却是真正的